寶寶一出生 这个世界对他来讲 唯一熟悉的就是妈妈的声音 所以尽量地用妈妈的声音 来带着孩子去适应 出生之后所有新的事物 带鼠妈妈在这里 带鼠妈妈在这里 妈妈在这里 妈妈 不要担心宝宝到底听得懂 还是看得懂吗 放心好了 即便在当下没有办法给你 适当地回应 其实他已经守紧去了 有大饱的时候 我就有很多这种黑白的图卡 所以就有放在他的床铺旁边 让他看啊 然后或者是丢在垫子上面 他就会趴在那里看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 他都一直在吃 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小朋友从出生 他其实眼睛就是一个超级大进食 对颜色 他有点像色盲 宝宝这段时间就只有黑白 千万不要说 那我可以给他换别的颜色 如果我们刚开始要为宝宝 做这种图卡练习的话 宝宝呢 我们最好是把他抱在我们的身上 然后呢 最好他的背 是靠在我们的肚子上的 你可以开始去看他的眼睛 有没有注意这个图卡 刚开始 当他开始图卡定住 有两秒钟左右 你可以开始移动你的图卡 看看小朋友的眼睛 有没有追着这个图卡去看 他的聚焦他可以从这边过来 然后可以从这边下去 慢慢地做一个所谓的眼球运动 大概三个月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阶到有颜色的部分 一开始我的建议是 一张图卡里面不要超过三个颜色 因为这对宝宝来说又是大量的刺激 反而就是零刺激 图卡对孩子来说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它是一个视觉练习的东西 其实它也是一个 它去认识世界的一个东西 我比较在意的就是材质 小朋友这个年纪都很喜欢咬东西 如果是不好的材质咬进去 是怕说对他将来有什么很不好的影响 以嬷嬷现在的年纪来说 就是他看到比较鲜艳的东西 他会比较容易去注意到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宝宝 他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妈妈 那妈妈在抱他的时候 会不会摸到他的衣服呢 一定会的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本部书里面 他一定会有一层海面 让宝宝摸起来呢 好像在接触妈妈的衣服 或者是妈妈的身体 那这对他来说又是另外一种安全感 书里面它有一个动作叫翻书 翻书呢又是我们一直在谈的就是小肌肉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精细动作 那这个精细动作呢 影响到以后的握笔啊 拿汤匙啊 所以我会推荐宝宝第一本入手的书呢 就是步书 而步书怎么选 在国外呢 常常会帮孩子呢准备小玩伴 透过他跟他玩的过程里面 他进而去喜欢这本书 然后慢慢地我们再来看 这本书我们到底要教孩子什么样的内容 所以对于宝宝来说 顾书它的功能呢 就在于翻阅的能力跟精细的小动作 我自己使用起来的经验 我觉得音效书是比较棒的 因为音效书可以吸引小朋友的注意 当他哭闹的时候有点音效的话 其实你可以安抚他 小迪他比较喜欢的是有音乐的 唱歌的或者是动物的声音他都很喜欢 有些家长在问 如果我们透过了一些练习之后 我们还可以再选一些什么样的书给宝宝 这一类的书我会很推荐家长 开始呢可以多功能的 视觉是看到他的形体 然后触觉呢是可以开始摸 当然还结合了声音 我们来听听看 好 那像这样子呢 对孩子来说 这就是他能力的境界 妈妈可以运用一件事情 可以开始练习自己对于声音的掌握 因为宝宝最喜欢的就是你的声音 小海豹爱什么 如果你的宝宝他的反应比较快 他可能就会接吃鱼 第一 我们不是真的要强调让他知道说 海豹吃鱼这样的自然科学尝试 而是他能够跟着你的语句 练习他的语文能力 你的声音就是宝宝模仿的第一件事 那像这边 大野狼爱嚎叫 哇 他怎么叫 我们来听听看 他是怎么叫的呢 哇 原来是这样叫的 哦 好 那像这一类的书呢 我就非常鼓励家长在大概宝宝八九个月 或者是到一岁之前 就可以开始去阅读 去体验这一类的书 那我相信对宝宝来说 手也摸到了 眼睛也看到了 耳朵也听到了 甚至于嘴巴也开始可以说了 甚至于嘴巴也开始可以说了